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联织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呢 咱们就介绍了算数一算 对吧 其中介绍了加减乘除 对吧 那加号需要注意什么呀 PAT中的加号只是要做运算 加法运算 没有其他的 对 那减号有特别的吗 没有 没有 那成号咱们需要注意什么呀 星 对 注意符号是个星 对不对 那除咱们需要注意什么呀 除 除 除 不能为零 对 除 不能为零 这咱需要注意 然后呢 球膜咱们需要注意哪些点呢 球膜 球膜 球膜的时候就是有两个地方用球膜 主要是一个是整除 整除 后来用 还有一个是范围 对 计算范围 对 这两个用 然后呢 还需要注意什么呀 小数不做小数去 对 不做小数球膜 PAT自动把小数转成什么 整数 转成整数在球膜 对吧 这几个特点 然后复数 那个符号决定是什么 那个符号决定是第一个 对 妹子都答对了 上几个听的比较认真 那这几个课呢 咱们就看一下算出运算符中的 加加和减减 好吧 嗯 那我们看一下 这些符号在运算的时候 在运算的时候 咱们看一下啊 这是上几个课的一个笔记 对不对 那咱们这几个 不看这个笔记了 咱们主要看一下 加加符号和减减符号 这个呢 是在咱们数学里边接触不到的 对吧 嗯 那加加什么意思呢 它属于一元运算符 一元运算符 也就是一元运算符 意味着 怎么的 它只有一个运算员 对不对 那运算员咱是放在前边呢 还是放在后边呢 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对吧 一般的正一负一的话 咱们这个运算符放在哪 前边啊 前边 对 前边对不对 那你看我这么写 假如有一个变量 A等于5 对吧 然后我刀罗符 A加加 一元运算符 是不是有一边有啊 不能说再加一个 这样 这就不对的吧 因为它是一元运算符 是不是只有一边有最远的 你看我这么写不好 好一点还是 这样写好一点 上面 它是用啊 上面那样的 那计算机是用哪一种写法呢 是运算员 是在运算符的左边的 还是在右边的 你喜欢左边 其实计算机里边 这个一元运算符 放在左边也行 放在右边也行 但是意义不一样 那首先咱们先看一下 这个加号的意义什么呢 就是自增 自增的意思 自增意思 那什么叫自增呢 比如说 A等于5 对吧 A等于5的话 A加加 就是A自增一之后 自增指自增一位 那这个A加加完之后 这个A是多少啊 自增了一位 对 结果是6 对吧 那加加A也是自增 对吧 那他自增完之后 结果是一样 都是自增的意思 不管放前还是放后 都有自增的意思 所以呢 加加A之后 上面是5了 变成6了 这回呢 自增完之后是不是7啊 对吧 所以比如说我们看一程序 $A等于5 对吧 然后$A加加 然后输出$A是多少呢 刚才能说了 是不是6了 自增了1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我在加加在前面写呢 $A怎么呢 是不是又自增了一次啊 这是5 6变成6了 再自增一次 再输出结果什么 7 对吧 变成结果看一下 是不是7了 那肯定有的同学问了 是不是他俩一模一样了 只是写法 前后都可以啊 对吧 有点区别 这个区别还是咱们需要重点记的 什么区别呢 当然都是自增1的意思 对不对 但是加加如果放在运算员 如果放在这个加加符号的前边 那你是先看到变量啊 还是先看到那个加加符号啊 变量 对 对先看到变量对不对 是变量自增啊 不是直自增 你不能写7加加这是不对的 嗯 听懂啊 所以一定要是有一个变量加加 因为它是用变量自增的 听懂啊 嗯 那加加放在前边是先看到变量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 可以说是先用再加 听懂啊 如果加加符号在前面变量放在后边 先遇到的是不是运算符号 才遇到的运算员 嗯 所以这会什么 这会叫的先加再用 那我就说这个弄明白了 结果不都一样了吗 那分什么时候 如果我们把它放在表达室里边 那我都说什么是表达室啊 有变量和运算不参与的就是表达室 A++就是以表达室的 对不对 那如果我这么做 把A++我这会先删掉 再一点点大家理解 如果我放在前边 看到了 $B 这个短发式 那现在是不是他在执行的同时又复值了 那这个时候我问你执行完之后 我输出B的值是多少 我输出A的值是多少呢 你看到下边 加加放在前边是先用再加 对吧 也就是它是一个整体 如果先用变量的话 也就是先把变量是否拿出来 付给刀了付B 对吧 所以这个A先拿出来 他还没先执行到这块 对不对 还没加加的 先用的吗 对吧 那就相当于把5付给B了 对 B的值就是5 对吧 然后本身这个变量 是不是用完再加 先把A拿出用 也就是先付给了B 对不对 5先拿出来了 然后再加A的值变成几了 自增1了变成6了 所以打印出来的值应该是多少 是不是5和6 对吧 所以说要想理解先用再加 就得把它放到一个表达式里边去 才能看得出来 先用 再加 对吧 那现在 那 加加的明白了 对不对 那如果我这会改成这个呢 咱说放在两边都可以 对不对 对 那这个大家考虑一下 结果是多少 加6 对 都是有 妹妹刚才说了 是什么 要先加 再用 对不对 那先加也就是这个变量 先自增1 加加放前面 先遇到加号 是不是 先加1 先加1之后 A变成几了 6 然后再用 把6付给B 所以得到结果 多少 6和6 对 这样的话 咱们就分析出来了 是不是6和6 所以加加放在前边 和放在后边 得到的值 一样吗 不一样 那大家需要注意这个 有个随时的问题 它的应用字 两边都可以放变量 有随时的问题 那为了让大家 再深刻的理解 这个问题 对吧 那么 我们再来考虑一个问题 我给大家写的程序 复杂一些 咱们来研究一下 $ B 等于$A 加加加上 加加$A 我现在问这个B是多少 我再问这个A是多少 来妹子 大家也可以一起跟妹子一起算一下 结果是多少 你看 你看有聪明的先算完的 不对 重算一下 按照刚才能说的上这的 有自增 先用在家 妹子说 说好了 值多少 B的值多少 11 11 A的值呢 说错了 说错了 B的值多少 12 A是5 5000 不给B 只有A变成6 6加加A变成7 妹子说B的值是12 A的值是7 B的值是12 12 对 妹子给的结果是12和7 对不对 嗯 那么是恭喜你呢 还是恭喜你呢 还是恭喜你呢 打对了 来咱们看一下 先分析一下 按照上面刚才能说的 对不对 A先商品变量是5 它的值是5 这个咱现在确认吧 对于这个来说 咱们说要先干嘛 加加在后边 是不是先遇到变量了 那先用 对不对 也就先用的话 先把A的值拿出来 A是几 5 5 然后是不是执行了加加 执行完加加之后 你先用 是不是先用5 A加加完之后 这个时候 A的值是几 6 然后先用5 先5 先拿出来 那么A的值是比定6了 然后6 是不是前面先有加加 然后6加加 这变成7 变成了5加7 结果是12 而A的值是7 所以恭喜妹 答对了 看结果 是不是12和7 为自己鼓掌吧 为了恭喜你 这个题答对了 这会可以请我示范 怎么默认了 来 那咱们再看一下 加加的作用是这样的 对不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还有什么 减减 那就是字减一 什么 字 减一 对吧 对意思 然后 那同样我们也会有什么 字减一 那我们同样这块 也会有什么 刀了飞 减减和 减减刀了飞 对不对 对 用法是一样的 只是字减 对不对 所以我只给妹子 再出一个题 把这个上面去掉 对 我会 procedures减减减 减减减 减减 对 as e Ask 然后减了两次肯定变成三了 对吧 再恭喜你答对了 签问两次吧 这是这个结果 大家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减减加加在咱们计算机里面用的频率非常多 只要涉及到自身的 咱们都用这个符号 那相当于比如说 A加完一再付给A是比一样的 你看和这个 假如加加 我们可以和这个做对比 什么呢 到了非等于到了非 加完一之后再付给 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后边咱们也会看到会有些区别 也会有区别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也是自证一词 对吧 自证一 但是通常它的效率肯定是不如它的效率的 所以当平时有加一的这个动作 或者有自减一的动作 咱们就用加加和减减 好吧 那咱们这节课 什么是加加 什么是减减 咱们先暂时就到这 好吧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MoZE